韓语大世界来看到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即将在10月1号卸任 他在位10年 期间经历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的扩张 导致区域紧张 他也呼吁各国不要犯下 对俄罗斯同样的错误 为了仰赖中国的稀土 而让中国予取予求 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离去前金句连巴 史托腾伯格受邀在德国 马歇尔基金会发表临别演说 他呼吁各国避免再犯 对俄国能源依赖的战略错误 不要对中国重蹈覆辙 和平陈可贵自由价更高 他呼吁北约盟国用于国防的支出 至少占GDP的2% 美国大选越来越近 欧洲普遍存在所谓川普焦虑 史托腾伯格呼吁美国别走向孤立主义 他强调欧洲不是搭便车 享受美国的安全保障 欧美都投入跨大西洋的和平 才是唯一长治久安之道 在为十年的声据教训 史托腾伯格的临别建言 可说是切中要害 刘勇伟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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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